dj 你好 小姐歡迎得集 謝謝 謝謝你 走吧 他剛剛說 風霜 HELLO HELLO 我們到巴黎了 天啊 其實根本就沒有很冷 好像才10度 跟台灣差不多 然後我還叫他帶一堆發熱衣服 算了 根本就不冷啊 好 停定 OK 掰掰 掰掰 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房間 一進來呢 就會看到床 然後右邊這邊呢 是一個馬桶 它是乾濕分離的 然後還有一個小小的洗手台 再來的話 這邊有一個主要的 灌洗的洗手台 還有一個鏡子 然後淋浴間的話在這邊 是滿小一間 但是我覺得整體非常的乾淨 然後它的門是 好像沒有要認真的幫你擋一下的感覺 就上面還是有一些透明的部分 然後再來的話呢 這邊有浴巾 毛巾等等 還有衛生紙 左邊這邊就是我們的床 我們這次呢是訂兩間雙人房 然後這個是我跟BB叔叔的房間 右邊這邊有一個小椅子跟另外一個椅子 已經被我們堆滿雜物 然後有一個迷你的小電視 另外這個地方好像也是讓你放東西嗎 可以這樣子打開或是關起來的小桌子 然後在這個小電視旁邊呢 有一個衣架 這邊可以煮水 煮咖啡 然後有一個保險箱 還有畫衣服的地方跟水杯 可是就是沒有水 我們現在超級有點渴了 再來給大家看一下窗外的風景 欸 這個窗戶是不能打開的喔 這裡是不能打開的窗戶 然後整體就長這樣子 光線還不錯 這個是我們這兩天會住的飯店 因為我們跟BB叔叔的二姐是先來巴黎 所以呢我們就打算一起去迪士尼玩 所以住在這個比較靠近迪士尼接駁車的飯店 這間是在巴黎的第10區 然後剛剛經過的時候 在我們的那個司機就一直跟我們說 這邊非常的危險 然後最近還有發生一些槍擊案等等的 所以我們就還蠻害怕的 等一下可能也是出去吃個飯之後 就早早回來休息 然後隔天去迪士尼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住的飯店會是在第7區 就是相對起來比較安全的一區 然後我們等一下稍微的整理一下 換個隨身的包包之後 就先出門去吃早午餐 各位 我們要出門了 現在要先去吃早午餐 然後等一下要去逛一間古卓店 據說是桂倫美推薦 好不好背開 他一直想要吃一些中式料理 我們才來第一天耶 我們原本想吃的餐廳 其實實在排太多人了 超級多 超級多 非常有趣 整理都可以吃啊 我們要去吃 兩家飯店 吃 好好吃 中文字幕——YK 我们刚刚在那间超市里面买了一个冰淇淋 它是薄荷 超酷的 吃起来很像墨西多 这个我还蛮喜欢的 这个是...那叫什么 开心果 对 开心果的 它的质地很酷欸 有点像土耳其冰淇淋 我们来一间很酷的面包店 这间好像也是一个附近蛮有名的面包店 我们今天唯一一个景点就是这个圣马丁运河 然后现在要继续去逛街 因为其实我们住这附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 或是特别一定要去的景点 主要就是随便画画的 我们来到一个自由广场啊 这边有一个雕像 我们下期待 今天晚上要吃饭的餐厅 没有定位直接来看看这个位置 我们听到雨然后就... 后面就没听到 真的有雨啊 早安大家 现在是早上7点多快8点 我们要去搭迪士尼的街坡车 所以超早就起床了 大概6点50分就起床了 现在准备要出发 像搭街坡车到那边 应该刚好10点迪士尼开门 我们已经上车了 我们到底是泥了呢 超冷的 欸还下雨 我刚刚已经去买了一个头饰 然后因为现在雨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呢我们也买了雨衣 要13欧元的雨衣 还有这个17 这超可爱的 因为要戴帽子 所以没有办法戴那种发酷 我们要去这边吃个饭 比我们最近的餐厅 我是沙龙鹏 大概那个三沙龙 那么丝度 我放心 那agon最尝试 Studies 今天的雨衣 我們總共有買兩個園區的票 一個就是這種比較經典的迪士尼的地方 然後另外一邊呢 就是有一些復仇者聯盟 還有Cars跟蜘蛛人 所以我們現在準備要離開這個園區 然後過去另外一個園區 它是需要出去之後再進去的 因為這個地方我們其實玩的已經差不多了 我們把一些可以用快速通關的都玩完了 我真的覺得非常推薦大家買快速通關 因為每個遊樂室大概只要排個5到10分鐘就可以進去 真的快很多 巴黎又常常下雨的 所以下雨又排隊的話 真的超級無理狼狽 但我覺得巴黎迪士尼還蠻好玩的 所以他們的遊樂室感覺又更恐怖一點 換你 中正那個比較好叫 超小的就有 我們來玩這個海底走動園 超酷的 我們來玩的就是這個 是模擬的一個小模型 這是不是超好玩 可是兩組人是背對背耶 對啊 而且你知道剛剛有一段是你們不是這樣子在往上滑嗎 然後我們就一直這樣子 然後就可以看到就越來越高 我們現在搭的這個好像是Cars的一個遊園車 它上面寫World Trip 不知道它是會去哪裡 好,大家 我們在做一個短暫的旅程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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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哥哥 這玩具長這樣也很明顯 對啊 超可愛的耶 他設計得很好耶 好可愛 整個東西 都有網絡 這個超好的 手這樣比就可以了 這是我們四個的分數 他在那種虧喔 因為他很容易轉不到就是轉到太陽 太奇怪了吧 假 這是黃 然後這個是按鍵 好啦 已經選到了 直接確定就好 我們已經結束迪士尼的行程了 然後現在要去吃一個火鍋 一個叫做薯油香的麻辣鍋 今天接駁車9點多才來 然後那個麻辣鍋10點關 所以我們打算要搭地鐵直接到市區 買到票了 它這個地鐵是雙層的 超酷 下面還有一層 我們再看我們有沒有搭對地方 欸 還要拿喔 我們現在搭地鐵來到第二區 這裡很熱鬧欸 我覺得比我們住的那個地方 看起來熱鬧很多 我們住的那個地方好像不太會是 一般觀光客會去的地方 各位 不是薯油香 是薯酒香 我們今天要離開這個飯店 然後去我們接下來 11 12天要待的飯店了 今天就是要去快樂啦 好期待喔 我們晚上要吃一個晚餐 然後下午先去吃一個薯餅 到我們的飯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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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已經把行李先放在BB叔叔的姐姐的房間 因為呢我們的房間還沒有準備好 所以下午3點才可以check in 現在時間呢是中午12點 所以我們還不能進去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房間它有分 就是不同的房型 一個是可以看到巴黎鐵塔的 然後另外就是一般的房型 我們訂了前三天是可以看到巴黎鐵塔的 然後後面幾天呢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們住三天之後呢 我們還要再來換房間 我們現在要走路前往薯餅店 然後它呢一直停下來拍照 不知道在拍戲什麼東西 這有什麼好拍的 哇 看起來好厲害 我點的是香蕉海鹽焦糖的果餅 海鹽焦糖喔 很棒 這個超好吃的欸 我的很甜 我們來到一條不知名的街 但這邊看起來很涼 然後就走進來逛逛 尖鎖的商店好像都大部分 六點就會關門了 所以 雅逛逛去吃飯 剛剛好 我們來買這一間在飯店附近的咖啡 好 我們先回來飯店這邊check in 然後想說把東西放一放 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房間 我們的房型呢 選的就是可以看到 巴黎鐵塔的一個房型 然後整個房間進來的話 看起來是長這個樣子 前面這邊呢 應該就是 讓你放一些行李啊 或者是 保險箱的地方 然後 左邊這邊進來呢 就是浴室 它有一個小浴缸 可以泡澡 然後還有淋浴間 馬桶的部分 跟一個洗手台 接下來呢 走在這邊 這邊有個類似小客廳的地方 兩張椅子 然後一個小桌子 電視 接下來這邊就是我們的床 床的旁邊還有一個櫃子 可以放一些東西 我覺得整個空間都還蠻大的 然後這邊還有咖啡機啊 我剛剛買的咖啡 跟一個歡迎你來的小卡片 還有馬卡龍 超可愛的 再來就是我們這個房間的重點 就是它有一個超大的陽台 我覺得這可以容納非常多人 我原本以為有的是那種比較小的 只能放兩張椅子的陽台 結果它超級無敵大 然後這邊看過去就可以看到 巴黎鐵塔 然後這邊看下去呢 超級無敵恐怖 因為我們這邊是六樓 所以樓層還蠻高的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桿子 其實很矮 所以你站在這邊的話 它大概只會到你的腰部 非常的危險 我們終於看到巴黎鐵塔了 登登 超小一個的 想讓我吃男兒腿 比武不須跳追回 超可愛的 超可愛的 哈哈 哈哈 對 買了一個圍巾 我已經看它兩天了 她的主廚是日美的 我真的假的 鉄屋都應該是在這製品 對 - 它是咖啡的 - 它是咖啡, 咖啡 - 嗯, 不然是咖啡 - 咖啡, 咖啡 - 咖啡, 咖啡 - 咖啡, 咖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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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日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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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这边是驯马厅 买就是从这个斜坡上去之后 到那个房间里面 这个导览机我觉得没有到超级好上手 但是它有一个很方便的功能 就是你走到哪里它都会知道 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在302 它就会侦测到你走到302这一区 你就可以听302的导览 或者是接下来你要走到另外一个房间 它都侦测的蛮准的 比如说你就是自己走自己的 然后碰到想听的你就按一下 开始导览它就会在正确的位置 我们现在在302 然后这边没有东西可以听 然后我们往303这边走 那等一下就会侦测到 然后接下来就可以按下去了 可以开始导览了 请不吝点赞 –点赞 – 转发干什么? 我们今天从中午11点半逛卢浮宫逛到他打烊 晚上6点逛整整5个小时6个小时左右 然后我们现在跑来吃晚餐来一间意大利餐厅 你好 罗浮宫一天根本就逛不完 一天可以 哪有 可是我们中午就去了 我觉得早上就好吃 跟大家分享我点东西 这个其实我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我是看评论那边的照片选的 看起来是一个比较辣一点的旅馆面 然后还点了一个玛格丽特特製 它比我想象这么大 我刚以为是一人份的 这个是笔笔鼠店的蔬菜汤 然后还有它的意大利面 我发现我们两个真的很不爱法式料理 但是意大利的料理就是很赞 意识超棒 超好吃 披萨还没吃 但是这个面糕有点微辣的感觉 我们刚回来饭店休息了一下 然后晚一点要出发去看风马秀 我也不知道里面在看什么 不过就是不能拍摄 但是好像是法国必看的一个秀 我们现在要出发 因为好像要提前到 它前面还会有另外一个表演 我们是定10点半的 要9点45就先到 涂甩嬖 Pretty 但是刚才 ja 我在 Gribeits 我 limp了 我去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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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鱼 我們有預約11點 然後現在再排隊進去 好可愛喔 超誇張喔 超誇張喔 我們來花園看看 然後那邊的話呢其實還有一個超大的區塊 但是走路要25分鐘 來回的話要將近一個小時 所以我們就放棄了 想說在這邊主要的地方有逛過就好 早安大家 我們又差不多要出門了 今天的行程呢 沒有意外的話應該會失去一下旁壁度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教堂 我們等一下出發就知道了 因為我們這趟旅程偏一個小跟班 然後他們說要去哪 我就好好好就跟著去 所以等一下就知道要去哪裡了 我們昨天去玩凡爾賽宮 其實就沒有逛太多的地方 就逛了那個主要的宮殿之後呢 就回到市區了 所以也沒有錄太多的片段 因為後來就是在逛街跟吃飯 我們今天的第一站是禮拜堂 剛剛已經通過安檢了 我現在要進去 現在只能在這邊遠遠的看 我們來到了旁壁度 但是呢我們的門票好像只能在這個走廊上面看一下 不太能進去每個站 有兩層可以看 喔兩層可以看喔 裡面可以 我好像可以看到Picca吧 喔Picca不錯 我們那個博物館通勤券可以看的就是五樓這個地方 現在要搭手伏梯上去 我們剛剛逛完這個旁壁度這邊 然後它主要就是一些比較現代的 然後因為我們前幾天已經看展看太久 然後看太多天 所以今天有點小小的麻痺 所以我們就稍微地逛了一圈之後就下來了 所以我們就稍微地逛了一圈之後就下來了 在禮品店 買了這個東西 超可愛的 超可愛的 這個娃娃很可愛 然後是德國的一個牌子 但剛好在禮品店裡面有 我們就買了那種頭髮亂亂的一個熊 然後等一下應該是要去吃個午餐 因為我們到現在還沒有吃任何東西 吃完之後我跟BB叔叔想要先去巴黎鐵塔下面一個好拍照的景點拍照 因為今天已經是我們來巴黎的第八還是第九天了 然後到現在都還沒有拍到巴黎鐵塔的合照 我覺得非常的慚愧 然後要去吃一個粉 那個粉有名是因為全關系的喜歡吃嗎 剛剛那間排太多人 而且它四點就關 現在已經兩點了 所以我們打算去旁邊吃另外一間也是越南料理 好像有河 因為大家都想喝熱湯 竟然出太陽了 我們現在要去拍巴黎鐵塔 走到一個小巷子裡面 天哪好美喔 我們終於看到巴黎鐵塔的全貌了 你們看 然後我們現在要走去另外一個可以拍照的地方 那邊好像是什麼全面啟動之前出現過的場景 這邊已經拍得差不多了 我們終於拍到巴黎鐵塔的全貌了 大家好 而且超級幸運 因為其實前面幾天都是陰天 然後接下來明天後天到後天都會下雨 今天就突然出了一個大太陽 終於讓我們好好地拍到巴黎鐵塔 開心 我們已經連續兩天都是大家各自先找餐廳之後呢 猜選決定要去哪一間 因為真的不知道要吃什麼 來吧 剪刀 石頭 布 好用喔 不要鬧了 誰 剪刀 石頭 布 剪刀 石頭 布 剪刀 石頭 布 加油 六槍尾 哈哈哈哈 贏了 我們今天來盛津堂 然後先來這邊買麵包當早餐 然後先來這邊買麵包當早餐 我點了一個不知名的但是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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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點什麼 咳嗽 嗯 嗯 嗯 給它塑膠肥蓋 嗯 沒掉了 真的是甜的耶 我們點母茶拿鐵 咦 你們從那裡來 你們有爬樓梯嗎 我們已經爬上來了 剛剛爬的超過樓梯 然後因為這邊比較高 所以看到市景很美 我們剛剛從盛津堂下來 因為那個要爬樓梯上去 然後現在要去吃一間叫做Pink Mama的店 是蠻早之前就定位了 因為它好像蠻熱門的 算是一個網紅店 其實我們前幾天去了一間叫做Big Love的 也是他們集團下的餐廳 但是那一間我們就是沒排到 不過這間提前有訂好 所以可以吃得到 看這個建築物應該是這一間沒錯 我們這餐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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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了四個意大利 然後這邊是有預訂的隊伍 我覺得這間算是還蠻好吃的 也是我們來法國之後吃到好吃的前三名 而且以巴黎的西餐來說它真的不貴 但如果是到現場排那麼久的話 我覺得會有點小小的不值得 所以建議大家一定要上網提前的預訂位置 它的冰淇淋也算是還蠻好吃的 但是我們在法國吃到的冰淇淋真的都還好 而且都是那種評價超級好的冰淇淋 好 各位我們現在面臨的這個牆呢 有311種字體 看250種的女王 是阿派 哇 那個女孩 非常不繼續爆的 就是女子 不要牆 哇 所以愛就是 不要強求 我們現在在蒙馬特 然後這邊到處都是這種 超長的樓梯 因為蒙馬特它就是在法國巴黎 這邊一個類似小山丘的一個地形上 所以呢 非常多就是很長很寨的樓梯 然後就要一直往上爬 一直往上爬 我現在都快累死了 它是連那種地鐵站一出來 你都要爬一個旋轉樓梯 我覺得旋轉樓梯更崩潰 因為旋轉樓梯你看不到盡頭 所以你就是不停不停地爬 這個至少我知道什麼快到了 好 下一張是誰的 剛剛記得剛剛自己出什麼 剪刀石頭布 我們輸了 我們三個人 我們在剪刀石頭布 怎麼可能會是一樣的結果呢 贏了 好去吃義大利餐廳 我們兩個都去剪刀石頭布 給最後一個人家 應該是台語 所以要吃Lucky Day 反正不要Lucky Day跟法師都覺得沒關係 我們第一次坐在外面吃東西 三隻熬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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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路邊 現在是凌晨六點鐘 現在是凌晨六點鐘 六點鐘 來吧 那幫你切 Balk哥 剪刀星 articulated 為我們 compas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参加了圣明歇尔山一日导览 所以今天整天都在这边 因为开过来就要四个小时 然后开回去也要四个小时 所以来回八个小时的时间 我现在要找地方吃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是叫我刚刚拍什么刺客教条的照片 我刚拍的还行吧 刺客教条就这样 我们终于回到巴黎市区了 然后来吃一间餐品叫做My Noodles 我们今天就是去圣明歇尔山一日游 然后搭四个小时的游览车到之后呢 然后参观 然后最后再搭四个小时的车 回巴黎市区 所以基本上就是一整天都要待在那边 然后我觉得 如果你是来巴黎没有很多天的话 其实我觉得不用特别去 因为他要花一整天的时间 但是因为我们这次是来大概14天左右 所以呢 其实不去那边的话 我们也不知道要干嘛了 所以就觉得还OK 然后明天的话呢 我们又要去另外一个 也是要搭他们这边的高铁道的一个地方 据说比我们今天去的地方还远 但是因为今天是搭游览车 所以才花了四个小时 明天是搭高铁 只要花一个半小时就会到 总而言之也是一个那种小镇 然后可以到处晃晃啊 看看风景等等的 然后晚上去局园吃晚餐 这个早餐 我们一下车 然后发现这个厕所要付钱 还可以刷卡哦 哇 这个车子好酷哦 我们现在在史特拉斯堡的水坝 还蛮魅的 左边这边很復古的感觉 然后右边就是 不然出现你当超现代的房子 这是我们刚刚走的隧道 然后里面会放一些石雕 哇 我现在要填往小法国 我们来买这间的面包 看起来很好吃 我们来买这间的面包 看起来很好吃 哇哦 感觉很硬 加油 这个很赞 我喜欢吃这种 我喜欢吃这种 嗯 好吃耶 不要点 你再点两个这个 我想听BB的讲究 对啊 他点很油 他有热音 点错了 好吃 这个还是要热一点 哇 太美了吧 斯特拉斯堡主教堂 斯特拉斯堡主教堂 就是stress food 哦 哇 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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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下來要走去羅昂宮 你才會不會玩這個教堂 世界第六高 超高 結果就在這個教堂的旁邊 是這個喔 不是這個 剛剛那邊一直給錯誤資訊 這裡面大概就是長這樣 但是因為我沒有時間進去看了 所以在外面晃一圈 我們昨天後來就去吃那個在四季酒店裡面的一間米其林一星的餐廳 我們昨天後來就去吃那個在四季酒店裡面的一間米其林一星的餐廳 吃到最好吃的一餐法式 然後等一下我們中午要去吃一間也是聽說很好吃的法式 是昨天BB叔叔他們被法國人帶去吃的餐廳 所以應該就是真的是好吃的餐廳 然後前幾天就是我們自己不會選餐廳 今天因為BB叔叔他也要跟我們分開行動 然後我們自己的話是等一下要先去吃早餐 然後晚一點呢因為有收到POLAND的邀請要去他們的旗艦店裡面參觀 因為剛好POLAND的公關有看到我現在在法國 所以他就問說有沒有時間可以來店裡一探 所以呢我們就約了今天的11點 然後下午的話可能就是逛逛節看到什麼東西要買的 帶給朋友的或是送人的等等 因為其實我們自己的都已經逛差不多了 然後晚上可能就是再吃一個飯 我記得晚上有訂一間餐廳好像是吃鵝肝的 然後呢今天好像會下雨 那時候還是穿了我的新鞋子 因為我帶來之後到現在都還沒穿過 然後想說都最後一天了就穿一下吧 我們到了 哇 裡面已經有人在排隊了 才剛開門 給大家看這個包包 我穿不開 我現在在猶豫這兩款包包 一個是這個 很像可依陸的 然後另外也是這個 比較大一點的 哇 給大家看我挑的包包 我最後選的是這個 粉紅色的 因為我包起來 嗚~~ 對 這是我們來法國吃的第一個瓜尼頭 超級甜的 不可依據 我 還有 有 有 是 有 有 有 還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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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